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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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了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 因为在道场受到了排挤和刁难 于是保罗报复性地向师姐莉莉娅出手 夺走了她的真解 但之后又害怕事情曝光 所以再次跑路 后来一个人冒险者身份流浪了一段时间 也曾有人觉得 保罗是个有前途的年轻人 而将她引入队伍 但由于保罗的独断专心 鲁莽又顽固 还喜好女色 引起了一个又一个的麻烦 导致了再没有冒险者队愿意让她加入 不过保罗凭借着自身超高的身手 成功升级为戏级冒险者 之后还组建了一个名叫黑狼之牙的冒险者小队 其初第一个加入的人则是吉斯 保罗主要是被她做的一手好菜吸引了 才组队的 然后便是塔尔汗的 和保罗联手 一同攻略圣剑遗迹 为了寻找传说中的米里斯圣剑 但其实是个房贴 后来这把剑 也成为了保罗一直佩戴在身边的爱剑 同时还有一位不知名的女剑士 四个人临时组队 并由保罗担任队长 另外又出手搭救了被原本队伍抛销的艾利娜丽杰 还一起击杀了遗迹中的S级魔物 其实先前塔尔汗德 跟艾利娜丽杰就成多次临时组队 最开始的时候 艾利娜丽杰也是看上了塔尔汗德 想着偶尔也长长矿坑竹的小伙子 但鉴于塔尔汗德喜欢的是男人 所以对艾利娜丽杰没有兴趣 而在保罗的外传里也补充了 由于那位女剑士的离开 保罗抱怨队伍里必须要有个女的来平衡一下 于是塔尔汗德便提议把艾利娜丽杰招进来 虽然他不是保罗的菜 但保罗还是想尝试邀请他加入队伍 就在保罗去找艾利娜丽杰时 不小心妨碍了他再和别的男人一起做运动 作为补偿 艾利娜丽杰当晚乍干了保罗 之后同意加入 在某一次前往攻略迷宫的途中 四人在路上捡到了机场路路的基列努 后来一起合作攻略迷宫 基列努正式入伙 小队也改名为黑狼之牙 然而基斯因为赌博 输掉了小队的全部家当 基列努则因为遇上了发青期 被保罗趁机洗击 艾利娜丽杰也趁乱加入 三个人一起度过了短暂的糜烂生活 保罗似乎还是基列努唯一动心过的男人 很快 保罗变成一位12岁离家出走的少年 成长为了17岁的青年 同时保罗也已是一名上级见识 而且也会斗西缠绕 三大建筑流派都是上级水准 所谓的三大建筑流派 建神流 以速度和破坏力并重 主打一个快横准 水神流则是以反击为中心的防御型建筑 而北神流的理念则讲究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能打中 各种打法都行 同时掌握了这三种建筑流派的保罗 招式灵活 并可以起到克制关系 上级以下的建设 基本都拿保罗没办法 后来保罗搭救了差点被黑心冒险者拐走的塞尼斯 塞尼斯加入了黑狼之牙后 成为了队伍中的僧侣 保罗也和他产生了感情 塞尼斯也是喜欢保罗的 为了保罗还偷偷和祭司学做菜 二人交往后一发入魂 保罗出于男人的责任向塞尼斯求婚 并取下了承诺只爱他一人 而塞尼斯也答应要和保罗结婚 但却间接导致了小队的解散 给小队全员的心中都留下了巨大的伤痕 作为队友 保罗其实是个很不错的人 虽然个性轻浮 但却也有担当 尽管鲁莽 但很机灵 也相对有正义感 保罗选择隐退的操作 就等于让其他四位队员都失去了弃身之所 这也是为什么艾莉娜丽姐这么恨保罗 虽然黑狼之牙全员对保罗带着塞尼斯突然的离去 都感到不知所措 甚至对保罗有怨言 但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讨厌上了保罗的 当夫妇二人遇难时 队友们也会纷纷过来援助 结婚以后 保罗和塞尼斯定居在了布耶纳村 认知其事 由于塞尼斯就要生产了 于是保罗准备给他招募女仆 很巧的 莉莉娅也在找工作 于是来到了保罗家应聘 在19岁那年 保罗的长子 伏迪乌斯诞生 时隔6年 塞尼斯才再次怀上了二胎 由于在塞尼斯怀孕期间 保罗没能见得住莉莉娅的眼球 导致莉莉娅也怀孕了 最终还是由鲁迪出手 避免了家庭崩坏 保罗也承诺 不会再对莉莉娅出手 不久后 鲁迪的两个妹妹 诺伦和艾夏也出生了 由于意识到鲁迪和青梅竹马西路费 双方都过度依赖彼此 再这样下去的话 两个孩子都无法独立 于是保罗决定要强裁CP 将七岁的鲁迪 独自送往罗亚市 去给远方堂姐艾丽丝当家教 很快 时间又过去了三年左右 就在贾隆里 417年的某一天 发生了大转移事件 保罗的家人 都被传送到了不同的位置 而自己和女儿诺伦 则是被转移到了 阿斯拉王国的南部 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才终于返回了布耶纳村 但发现那里已经化成了废墟 之后成立了飞托亚领地搜索团 并由保罗担任团长 为了寻找其他的家人 保罗动身前往了 冒险者公会总部的所在地 米里斯神圣果 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报 并且还得到了 塞尼斯娘家的资金 以及人力的资源 尽管在米里斯 寻获了大量 被托亚领地的难民 但始终都没有 其他亲人的消息 由于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和无法寻获亲人的焦虑和绝望 保罗开始酗酒 试图用酒精 来麻醉自己 就这样 过去了一年半 终于 他和已经分离了五年的鲁迪 再次重逢 父子二人却起了冲突 而大打了一架 并责备鲁迪 为什么这些年 都没有去寻找塞尼斯 不过在祭司的提醒下 保罗意识到 是自己对儿子 要求了过分的期望 于是第二天 便跑去和鲁迪道歉 二人重归于好 父母 我会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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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迪 塞尼斯 艾莎和莉莉娅被鲁迪从西隆王国解救 并被护送去和保罗团聚 洛奇希也在得知了塞尼斯被困于贝卡丽特大陆的消息后 和塔尔汗德前去跟保罗会合 而艾莉娜丽切则负责去找鲁迪 继续也通过人选获得了塞尼斯被困的消息 考虑到贝卡丽特大陆及其凶险 于是保罗将洛伦和艾莎托付给了瑞杰路德 送往鲁迪在夏利亚的家照顾 为了救出困在转移迷宫的塞尼斯 保罗等人也曾多次挑战迷宫 但始终没能突破 后来洛奇希还因为误出了迷宫中的转移陷阱 被困在了迷宫一个月 另外保罗也在拉庞 递家入手了自己的第二把短剑 是一把破甲魔剑 具有对手越坚硬 剑刃就越锋利的破甲能力 但被不懂行的人 当成了是连肉都切不动的废铁 由于基斯认为 这将会是一场长久战 于是便施自寄信给鲁迪 请求征援 鲁迪也在收到了求救信后 和艾莉娜丽杰组队前往 还带来了一本转移迷宫探索记的书籍 也是他们攻破迷宫的关键 到了拉庞后 鲁迪终于见到了心力娇瘁的保罗 距离上一次相去 时隔五年 父子二人再次重去 如今的鲁迪 已经是个16岁的少年 而且还和西路菲结婚了 对于让即将成为父亲的鲁迪前来迷宫营救 保罗深感自责 并向鲁迪道歉 而根据剧中的描述 保罗这一生只道歉过五次 第一次是因为不明事情的真相 向被误会的鲁迪道歉 第二次则是因为出轨 向妻子赛尼斯道歉 第三次 向重逢的鲁迪说了伤人的话而道歉 第四次 则是因为即将成为父亲的鲁迪 却过来转移迷宫和自己一同冒险 向鲁迪道歉 以及向艾利娜利杰下归道歉 一方面 是为了当时自己突然的隐退 而导致黑狼之牙小队解散 表示歉意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救赛尼斯 请求他的帮助 还有就是听说 父亲在自己离家旅行后没多久 就病倒过世了 对自己当时的行为感到抱歉 每一次都是为了弥补对家人的亏欠和伤害 同时保罗也向鲁迪坦白 因为先前受到了女性魅魔的读书诱惑 违背了自己的誓言 碰了莉莉娅一次 但也是自从转移事件这六年以来 唯一的一次交合 保罗这个混争有着用不完精力的男人 为了寻找家人 足足禁遇了六年 有了鲁迪的加入后 迷宫搜索小队 势如破组 第一次的搜救非常成功 并救出了被困于迷宫第三层的洛奇系 第二次的搜救中 他们终于在迷宫的最深处 找到了被困在魔力结晶中的赛尼斯 但还无法确认双反状态 而且看守的大boss是九头龙 挑战难度极高 父子二人也因为赛尼斯的问题 再次起了争吵 并对鲁迪下达了就算死 也要救出赛尼斯的命令 虽然这不是作为父亲该对儿子说的话 但却是保罗的决心 也是他对鲁迪的信赖 保罗作为权队唯一能砍掉九头龙头颅的人 是队中的主力输出手 鲁迪也评价 保罗说不定已经到达了上级水准 但在生死关头 为了救鲁迪 承受了九头龙之命的最后一击 被腰斩 就连下半生都没了 当场死亡 享年35岁 保罗的死 并没有那么的轰轰烈烈 也没有所有人颇有仪式感的跟他告别 一切就是这么突然的发生了 平静的结束了 最终鲁迪选择按照迷宫犀者的葬礼 将保罗的遗体当场火化 至于保罗的遗物 生前的爱剑由诺伦保管 鲁迪也终于承认 保罗为自己的父亲 在保罗死前 鲁迪就只是把他当作是自己的一个孙友 在那之后 才是真正的把他当作了父亲 开始重视家庭 真正把一世界 视为是自己的一次心生 拿出真本事 认真地活下去 多年以后 鲁迪在必见利鲁王国对抗人神使徒冥王毕塔 并中了他的幻术 会令人的欲望被放大 使其沉浸在梦境之中 第一次出现在了鲁迪梦中的人是沙拉 他和沙拉是共略了五座高难度迷宫的S级冒险者 同时也是恋人 并且定下了婚约 但在看到没有了下半身的保罗后 惊醒了 不过很快 鲁迪又陷入到了第二次的幻梦中 塞纳里 他和利尼亚结婚双子 并一共有12个孩子 当年是利尼亚和普鲁塞纳 治好了鲁迪的遗体 不过问题是 利尼亚坚守受阻的规定 只有在发情期的期间 才肯让鲁迪碰 但在遭遇到没有了下半身的保罗后 鲁迪再次惊醒 第三次 鲁迪娶了艾丽尔作为他的妻子 由于艾丽尔的批号比较特殊 搞得鲁迪每晚都很操劳 同时鲁迪成为了阿斯拉王国的国王 还有一对特使 不过见到保罗后 又让他再次惊醒 第四次 则晒下 结果保罗又出现了 鲁迪终于发觉 这一切都是冥王的操作 原来他之前获得的死神的骨戒 能够召唤佩戴着最信赖的王者 来破解幻术 所以保罗才会频频的出现在了鲁迪的幻梦中 并警醒他这是个陷阱 同时还告诉了鲁迪 要找出某处的不对劲 然后破坏他 因为那就是冥王的核心 最后鲁迪则是见到了开朗 又温柔的赛尼斯 但一想到自己在县池中的三个老婆 以及他的那群孩子 鲁迪知道这一次 他是真的该醒了 于是下定决心 用眼炮弹 击向了梦中不对劲的赛尼斯 牵手结束了这场美梦 尽管破除冥王的幻术 归功于死神的骨戒 但要是没有保罗 作为鲁迪最信赖的王者 那美戒指的效果 也无法发动 如果要说保罗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他离家出走 不负责任 还搞多人运动 并且好色诚信 完全就是个人间打装机 但却也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 就像了差点被拐骗的赛尼斯 不离不弃的守护年幼的女儿 积极寻找失踪的家人 也为了儿子牺牲了自己 从句型上来说 在这个时候安排保罗死亡 主要也是为了推动两件事 一是成为鲁迪成长的催化剂 二则是为了让洛奇西成为鲁迪的第二任妻子和李化 很可惜 保罗到最后都没有留下什么真正的遗言 决战前 保罗本想交代给鲁迪一些话 或许是发现了洛奇西喜欢鲁迪 也知道鲁迪同样喜欢她 将来会娶洛奇西为第二个老婆 所以想传说鲁迪 拥有两个老婆是该有什么心态 但鲁迪觉得这会是个死亡费 因此拒绝了 鲁迪曾表示 保罗作为男人 毫无疑问是个渣男 作为父亲 虽然称不上有多好 但却是个合格的父亲 他给儿子留下了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却又为他创造了未来 那么大家对这个人物有什么评价 对保罗的死又是什么看法 由于篇幅的关系 还有一些细节没有提到 要是有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在评论里一起讨论 喜欢木木的 也别忘了点赞哦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